你跟市长 市长 小爱爸爸 你好 开学日 小爱爸爸市长谢果良 特别来到正宾国小 跟每位小一新鲜人开心集长 欢迎他们上小学 正宾国小邀请新生敲智慧锣 走智慧门 还请出小小机器人 带领市长和小一新生一起跳舞 我觉得特别的兴奋 也有一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其实也就是这个年级 我的女儿小爱 她今年也要念小一 所以我送完这些正宾国小的孩子以后 晚一点我也要送小爱去上课 那我看到这些孩子都觉得 长得很健康很开心 然后每个人都精神抖手 然后都来学校感觉很期待 那其实我家的孩子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育环境教育机构 除了教孩子以外 其实要培养孩子对于学习的一个兴趣 跟校园环境是一个喜欢让孩子待着的地方 因为我小时候课业 我觉得相对还记得很重 所以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对学习会有一点点抗拒 长期来看 所以我觉得学校如何维持一个 让孩子们喜欢留着学习的环境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透过送孩子上课 透过跟这些孩子互动 我自己也想我们在教育政策 还是有待更多我们一起可以努力的地方 为了欢迎新生入学 市长谢国良致赠给每位新生 优质绘本及签笔盒 期许孩子们都能热爱阅读 此外也准备给新生家长的一封信 赠予家长会长钟馨怡 向家长们传达 是否正在推动的重要教育政策 也表达对于教育尽最大努力的宣誓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我们下车 writer的短志 JACOBS 陈淑平 比赦 看完我们下车的这句话 那么一点 我喜欢无吓 会跟我们下车的有机器